在武汉呢 有个不起眼的小公园长江大桥下方 这里是一个景点 有很多大爷大妈风雨无阻聚集 里面呢 就有些大妈啊 在那些像大爷疯狂推销些什么 每当过去的时候 他们神情恍惚 不知所措 很多大爷骑着电动车来的 那些大妈呢 会跑过去搭讪 大家看一下 这边呢 是一个公园 然后呢 大家可以发现这边有很多大爷都已经到了古西之年 还要往这个小公园里面跑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小小的公园里面到底有多么热闹 里面呢 这些大爷大妈都在忙活些什么 然后我现在过来了 有人骑着这个山蹦子 这叫老头乐 好像在北京那边呢 慢慢的都取消了 在武汉这边呢 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然后看到没有 这里居然还有修脚 竹疗 在这个小小的公园里面可以修脚啊 还可以竹疗 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难怪这些大爷要风雨无阻 在这里聚集 原来这里是这么好的一个好玩的地方 难怪大爷们风雨无阻 在这里聚集啊 好多大妈在跟这些大爷修脚啊 然后 然后做竹疗啊 真的是大开眼界 涛儿 按摩 理发 应有尽有啊 价格便宜 真的是老头乐 老头乐啊 看到没有 这都走不动道了 我挤了半天才挤过来 在地上摆摊 卖了一些小玩意 还有什么修脚啊 然后这个大爷在这里躺着 脚修完了 还要把它晾晒一下 还有擦皮鞋的 第一次见到啊 真的是热闹飞房 他们在这里举办一些正常的活动 没有出现一些什么擦边的活动 大家不要误解了啊 也不要多想啊 我这里做多解释一下 然后这边还有好多大爷啊 在这里聊天 真的是好多人 好多人 好热闹 好热闹 整齐画一的 像开演唱会一样的 这咱们年纪大了之后啊 就是应该要像这些大爷大妈一样 出来呢 就要出来游玩 这里是武汉长江大桥的介绍 一桥飞驾南北 天嵌变通途 武汉长江大桥也是万里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 就在旁边 可能我的画面中没有体现 后期呢 我会把这个长江大桥啊 然后好好的做一方介绍 喜欢的朋友 想看的朋友 记得点个关注 留个言 助推一下这个视频 我们下次呢 跟大家再好好的做介绍 你看这边呢 还有好多人在这里啊 下象棋打牌 咱们年纪大了之后 容易骨质疏松 长期不运动 然后我们出来之后呢 就可以促进雪月循环 对面就是武汉长江大桥 能看到一点点身影吧 若眼若现的 好了 这就是在武汉长江大桥下方 看到的一些新奇的事情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互动 如果大家想过来玩坐公交地铁 都可以来到长江大桥下方啊 在这个武昌这边就可以看到了